白鑫慧,1982年10月23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,中国台湾影视女演员、主持人。 白鑫慧一出道便以年轻亮丽的外形,经验模特圈,更是被凯沃封为林志玲接班人的姓月儿,她以天使的面孔、魔鬼的身段担任各大时尚杂志的平面模特。 眼睛大大,有着优雅不凡的气质,鬼灵精怪的性格,四分之一,日本血统的白鑫慧在17岁时,就被称为小李新杰,除了代言走秀,她在演戏与主持方面的表现,也逐渐受到了观众的肯定。 白鑫慧1982年生于台北,拥有四分之一日本血统,先后就读于崇光女中,是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,她的父亲是已经退休的中国电视公司资深职员白国家,白鑫慧在被凯沃模特公司发掘训练之后,以年轻亮丽的外形出道娱乐圈。 1999年,17岁的白鑫慧,便被台湾凯沃模特经纪公司,发掘出道娱乐圈,之后,六年白鑫慧,主要担任凯沃模特公司的专属模特。 2005年,白鑫慧出演了个人的首部影视作品,她与林依晨、郑元昌、汪东成合作出演了,根据同明日剧改编的爱情偶像剧、恶作剧之吻,白鑫慧在剧中, 饰演了开朗率性的白灰蓝。 2006年,白鑫慧与明道、蒋仪、杜德伟、连妹,主演了都市言情剧《天使情人》,并在剧中饰演了性格迷糊,但心地善良的女主角黎西爱。 2008年,白鑫慧与陈乔恩、阮经天、陈楚河,共同主演都市爱情剧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,白鑫慧在剧中饰演了自信坚强的石安娜。 2009年,白鑫慧又在与戴君主、廖宇晴、李嘉玉合作主演的偶像长剧《闪亮的日子》中,饰演了女主角方亦安,白鑫慧也凭借在此剧中的表演,获得了台湾电视金钟奖戏剧类最佳女主角提名。 同年,白鑫慧还与陈素芬、杨庆皇、江美玲,共同出演年代情感剧《蓝鑫飘芳》。 2010年,白鑫慧除了在与隋唐、蓝正龙、温生豪连妹主演的爱情喜剧《偷心大圣屁》。 S。南中饰演了启致名摩江舒珍之外。他还出演了个人的首部大银幕作品,他与谢成军、张燕明、刘新悠合作主演了《悬疑爱情片与狗》。 2011年,白鑫慧与陈奕涵、崔石远、李东海,共同主演了根据日本漫画改编的中日韩三国合拍剧《华丽的挑战》。 剧中白鑫慧饰演了外形亮丽,且过目不忘的江南琴。同年,白鑫慧又与吴中天、寇世勋、卓文轩合作,主演了《抗战偶像剧勇士们》。白鑫慧在剧中,饰演了抗日名将张子忠的夫人李敏慧。 此外,白鑫慧还与梁正群、康丁、陶传正共同主演了电视电影《温暖的忧伤》。 2012年,白鑫慧与温生豪、庄凯勋、海伦清陶合作,主演了现代情感电影《候鸟来的季节》,并在片中饰演了女主角朱海英。 同年,白鑫慧还在与梁鹤群、徐爱新、赵俊亚,共同主演现代爱情剧《阳光正兰》中饰演了机智成熟的女主角李美娟。 2013年,白鑫慧出了宇明道、李信、胡斌、连妹主演了浪漫爱情偶像剧《如果我爱你》之外。 她还与李宗翰、白惠子、王一合作,出演了古装神话剧《聊斋4》,这也是白鑫慧首次出演的内地,以及古装作品。 2015年,白鑫慧领衔主演了台北爱情捷运系列电视电影《沙发与睡美人》,并在片中饰演了看似《婚姻美满》,但实际却相当寂寞的《少妇叶陈希》。 2016年,白鑫慧先是主演了都市职场喜剧片《销售奇迹》。随后,她主演的现代恐怖片《幽灵医院》全面上映。 。